花莲目前有36处的固定式测速照相机 以及区间测速等科技执法设备 台九线花莲瑞税250.8K的固定测速照相 9月份开出了2.1万张罚单 堪称是花莲测速王 而最重是开罚3.6万元并且掉扣驾照 警方希望驾驶可以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超速 比着道路车辆一辆接一辆 一不小心驾驶就超速违规 也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花莲警方在台九线花莲瑞税250.8K 设置了固定测速照相 2月正式启用成效相当不错 一张张取缔照片时间从9月初到10月中旬 但地点都是相同的 都是在瑞税厢台九线250.8公里处 全都是被同一只测速照相赶拍下来 根据警方公布资料 这支瑞北端的固定测速照相设备 112年2月7号启用到10月31号为止 已经取缔的违规超速案件达到2108件 是花莲县内测速取缔最高的路段 称得上是花莲测速王 测速感设立之后 车祸案件也明显下降 但驾驶人的车速似乎还是相当快 交通新法上路超速速线也下修 驾驶人只要超过最高时速40公里 最重可以开罚36000元以下罚还 调扣牌照6个月 提醒用路人不要轻易以身施法 跟自己荷包过不去 记者综合报道